我现在来介绍的是背角公式 如果说在合角公式已经熟悉的情况之下 背角公式就变得非常的简单 它就是合角公式的一个特例 那我把合角公式的话呢列给各位同学看 我们来看 Sideα加β 是等于Sideαcosideβ 加上Sideβcosideα 那这是合角公式 我们的话呢把α跟β全部都认为θ的话呢 那于是就会变成了背角公式 Side2θ是等于 这个地方是Sideθ Coside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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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变成的是两倍的Sideθ Cosideθ 这就是我们的Side的背角公式 那还有一个是Coside的话呢 我们的背角公式也是很重要的 Coside的话呢我们的话呢是Coside的α加β是等于我们两个的话呢 Coside的话呢是两个都是先两个Coside 这是Coside的Beta 这是Coside的Beta 前面CosideSide的话呢我们在令α跟Beta都一样 于是的话呢我们就得到的是Coside的2θ是等于Coside的平方 减掉Coside的平方 减掉Coside的平方 我们得到的是第一个算式 那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三角函数的横等式 我们可以得到了这两个算式 不过这两个算式的话呢 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在这样的写法 是在一个很常常在积分的时候用到的东西 叫做平方画背角 我们的话呢特别的话呢把它列出来 平方画背角是什么东西呢 是这样的 Side的平方 我列给各位同学看 Side平方的θ是等于 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把它移向过去 所以除以2 1减掉Coside的2θ 第二个是Coside的平方θ是等于 2分之1加上Coside的2θ 那各位同学这个算是在积分的地方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 嘛 嘛